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又来到了陈诗蔚波段旅程 今天是4月2号收盘的时候 在昨天4月1号愚人节的晚上 大家有没有收到满满的好消息跟坏消息呢 有两个好消息 一个就是00929 它的月月配要从0.13 从这个月开始要调到0.2 每个月配0.2 那这个一整天配多少呢 配2.4耶 我没有算错2.4 然后呢0056呢 它也要调升它的计配喔 它的计配从0.7 调到0.73耶 哇这两档今年呢 都直接再往上调了两次 那有这么多的好康 大家敢不敢再买00929 现在问丹达店长一下 丹达店长 那个00929 它我们两个都有嘛 从0.1提到0.13 现在到2了耶 值利率听说11.5% 你要再大力买进吗 如果要长期持有还是可以啦 我觉得 哦你觉得还是可以 嗯 哇那看来丹达店长是有心想要长期持有 但是我们这一集呢 还是要告诉大家说 欸 00929 它如果真的配到那个0.2的话 你敢不敢再买呢 有没有什么风险呢 那另外呢 还有两个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两支ETF 大家也很关心喔 就是00939跟00940 00939呢 欸 它这个目前有将近33万个这个股民喔 它也已经 已经破了那个发行价15块 那这个00940呢 4月1号 愚人姐昨天刚上场也是直接破发喔 是9.76呢 今天我看它有小涨一点喔 所以呢 欸 这个00940今天呢 4月2号的时候成交量有37万张这么多耶 是不是很多人都想要减便宜呢 今天来告诉大家说 到底00939跟940 是不是可以逢低布局买进喔 或是说 欸 有没有什么方法呢 可以减少损失 或者是他们未来会不会有很好的获利喔 今天一定要听到最后 这一集绝对是满满的知识喔 这张投影片呢 试诗会呢 去找出这个 美国的分析师呢 对于美股最近未来呢 他们觉得哪一个产业呢 会大大的增加喔 那来看一下呢 欸 在这个 非核心的消费类呢 就是指奢侈品啊 或是旅游啊 汽车家电服饰 或者是多媒体 比如说像订Netflix这些的呢 还有铝色饭店喔 他说今年的成长性呢 非常高喔 去年在Q3大家有没有觉得订不到机票啊 去管都订不到对不对 因为去年的时候 成长了这个42.7% 在去年下半年喔 呃 Q4的时候呢 也成长了35.53% 那今年到底会不会继续成长 其实旅游月都很好啦 你看那个清明年假 我朋友说 都订不到机票了喔 那第二个呢 是资讯科技喔 跟通讯服务类喔 大家可以看喔 在去年的时候呢 Q3跟Q4 两个加起来呢 欸 就已经来到成长了快40%喔 然后在今年Q1的时候 19.6% 今年Q2呢 是14.9% Q3 13.9% 跟Q4是15.1%欸 哇 这个整个Q站加起来的话 我看他成长也翻倍了喔 所以今年的资通讯的成长 将会翻倍喔 那我们来对照一下 那台湾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思维去查一下喔 在今年的那个 二月的出口值呢 欸 年增1.3% 而且今年前两个月的 那个出口 年增跟去年同期比 是增加9.7%喔 这是以美机计算 如果是以台币计价的话 是成长12%这么多 而我们 在这一次二月份的 资通讯跟视听产品的出口 增加了一倍喔 这个就等于是这个 美股的 资讯科技跟通讯服务 这两项的产品 看来是相当的符合 所以对于今年上2万2呢 是可以期待的喔 是可以期待这是真心的喔 那如果大家想知道说 到底台股会不会上2万2 或者是什么时候 我们要放更多钱在ETF呢 或者是ETF到底 会不会是正成长的呢 我觉得非常简单一件事就是 请大家跟着我每个月看出口 那其实只要看 程式会波段里程频道 我们每一集每一个礼拜 都会跟大家UP的总金喔 所以呢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要多多跟你的朋友们分享 因为你分享 就分享这个智能量 也让更多的你的朋友赚钱 我们也很开心 你看01929 就是这个 富华台湾科技喔 他今天早上的话 涨最多是21.26耶 但是呢 他最后缩版是21.07 21.07的话 他这样也是幅度 也是涨了1.49% 可是他早上又涨到2.6% 从这边可以看来说 因为每个月要配0.2块钱 大家真的是还蛮有心 想要去增加他的殖利率 因为他现在是11.5% 但还是蛮想要买这个 有很高的殖利率 所以ETF似乎有告诉大家 第一点最重要的是 要选一个高殖利率 第二点是选成交量很高 那成交量跟规模来看呢 这个00929是都有符合呢 然后呢 他溢价也没有很高 我是觉得很OK 那我们再看一下00940 今天的表现 00940是元大台湾价值高喜 他今天来到9.8喔 他昨天的话是9.76 今天来到9.8 他今天的涨幅呢 我们来看是0.41喔 他今天的成交量更高耶 37.7万的成交量 比00929还高 可是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他一张才10块啊 而00929我们来看喔 他现在一张是21.07耶 喔 两个价格是差了两倍多 所以这个 10块钱呢 而且是破一张才9.8块 其实是还蛮便宜的喔 这让小资族呢 会大量的想要买进喔 所以买了他买很多 那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来想说 那到底现在可不会逢低接 其实我觉得 以股票长期来看 世卫这边有给大家看一个 0056的历史喔 到底00940跟00939 会不会回到这个发行价 或者是涨更多喔 那世卫这边呢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0056的历史喔 为大家准备一下呢 希望说大家不要太紧张喔 0056他也在昨天公告 他要配0.73元 殖利率来到7.3喔 你知道吗 0056有102万的股民耶 现在0056呢 他的年期的殖利率呢 他来到7.36%喔 然后4月18号除息 所以呢股民们喔 今天现在已经4月份嘛 想要到0056的呢 要记得他4月18号除息喔 而0056去年喔 他的这个获利喔 有这个五成耶 去年是所有高股利股息 ETF的榜首喔 所以喜欢0056的朋友们记得喔 要在4月18号之前要买进他喔 那我们来看一下0056喔 其实这个0056 几乎每次都会填息啊 所以呢 投资人即使买他 真的是存股15年来喔 就是赚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2024他大概会配多少呢 如果是0.73 我们就0.73呢 我们来乘以4的话 2.92耶 哇将近3块钱喔 所以去年是配2.21整年 今年可能会来到2.92喔 大家知道在15年前啊 这个0056他的发行价是25块钱喔 大家有没有发觉到 这15年来他配了22.25 几乎是快接近发行价 非常好水准 所以从此来看呢 如果你买的是高股利股息的ETF 如果你不要看太短线的话 把它拉长来看 几乎都可以赚钱 所以请这个 那个70万的00940的股民们 跟32万多的00939的股民们 请你们不要担心喔 那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来看 他到底会不会往上涨呢 会不会往上涨 那刚才思惠有告诉大家 这个美股 这个AI概念股 跟这个资讯通讯股都会涨 那台湾呢也是科技之岛 我相信他今年呢 突破2万会再继续往上呢 一定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像思惠啊 我就上个月就收到这个00929的这个 他的那个鼓励股息 就是基金收益分配法通知单 那在这边来看的话呢 他配给我1万3 他有提到 鼓励所得的话呢 就是只有2206 而收益评准金呢 有10794块 哇 评准金喔 来到这个83%多 如果以这样来看的话 大家会不会担心 如果他变0.2的话 会不会收益评准金更多啊 其实呢我觉得00929呢 他会想把它增加到0.2 变11.5 其实你真的去算他手上的这些成分股 其实这些电子股大概殖利率都5% 怎么可能来到11.5%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ETF受益人数 因为现在00929呢 他的受益人数我们看这张图 是624507人到3月29号截止 而大家看一下00919 因为呢他升高他的计配 然后呢殖利率来到10% 所以呢 00919这边呢 他变成这个第三大 他的受益人数 比他整整多10万人来到73万人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00919 因为他的殖利率维持在10% 所以他的月增率 一个月增加39.25%的受益人数 那我们来看一下00929复华 这一档他一个月只有增加2.31%而已 所以呢他人数直接被00919甩开了 然后变成这个 现在00940有70万他变成第六大 如果你这样看来 00929为了要扳回他的领土呢 所以他直接一口气从0.13变0.2 11.5%我自己都会担心 这个他从平准金都是从我们这个给的钱 这样来看会不会有危险 当然是一定有风险的 我觉得他最大的风险在于 我们必须要去看说他月月配嘛 第一个我们去注意说他月月配的钱 有没有减少 如果今天从0.2一直减少 比如说0.15或是0.13 又少于0.1 这时候我们就要小心注意 因为这时候他的殖利率一直在下降 代表什么 去认他的人数就越来越少 大家都知道00929如果增加到0.2 有11.5%的殖利率是很少 会有电子公司会有11.5%的 他必须这么做是一定要每一个月月增 非常多的月增率的受益人数 再从这些受益人数里面的人呢 拿出他的平准金来配给大家 所以我们还是要每个月来看一下说 第一个他月配的钱有没有越来越少 还有他每个月的月增率 有没有看这张 请大家以后有00929的朋友们 因为他的殖利率真的太高了 我们一定要每个礼拜去看 ETF受益人数排行榜 看到他们这边月增率 他们人数有没有增加 如果他的人数是绿色的是负成长 大家就要想一想说 你手上的0.1929或0.1929 这些殖利率都是10% 11.5%的这两档ETF 是否他们有危险喔 00940跟00939 到底可不可以继续继续的加码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是可以逢低加码 为什么呢 其实大家来看 从00929跟0056跟00919最近 因为他们都增加他们的殖利率 导致更多的散户们 他们想要投入去买ETF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觉到 如果今天 你看929跟919今天这么大的 还有0056今天比较大的成交量 会拉抬这些成分股 而00929、919跟最近新上市可 破发的00940跟00939 里面的成分股很多很像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00940 不管是长龙、联电、联发客 环球晶、日月光这些 他们前十大成分股 几乎六成都是一样的 00929它现在要变成0.2 很多人一定想要去认购它买它 对不对 这时候就会带动这些成分股 因为他们成分股很像 当然今天4月2号台股又创新高了 我们再恭喜一下 丹达店长我们每次 在录影的时候台股都创新高 今天台股创新高加全指数 我们还是要讲一下4月2号台股创新高 加全指数是20,466点 总共大涨了244.24点 这个绝对绝对 就是要恭喜有台积电跟鸿海的朋友们 鸿海今天涨到159 我们先讲到一个影片 写说鸿海会涨到157 在去年的时候 结果它现在已经铺了 我们去年预估的157 现在来到159 今天它涨到5.65% 那我觉得鸿海这一次是因为受益伺服器 丹达店长手上有鸿海放了有够久 应该有两年了吧 差不多 丹达店长放了两年 你看他从那个100块 120几 我记得是120 那时候两年多前 因为电动车 那时候我们买到最高点 对不对 可是丹达店长想说 他觉得是好股票 每年殖利率有5-6% 他就这么放了两年 丹达店长你会想卖掉鸿海吗 他现在投报率好像是40%左右 你投 哇 有没有看 这个股票真的是要慢慢 好的机油股要放久一点 不要很快的把它卖掉 你看 当然店长连鸿海这种 其实鸿海已经10年股价不动了 这么一动 它的投资报酬率有40% 其实啊00940跟00939 其实是可以继续在逢低加码的原因 是什么呢 大家要想一下投资有风险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是说我觉得有出现一个救世组 00929是大家的救世组 为什么呢 00929他把殖利率提高 0056也提高 00919的殖利率也变高 都在10%上下 这样会让很多散户跟小资门 就想要去买ETF 买了大量的ETF 就会把00940跟00939 这些成分股都把它往上拉 整个内支力量就越来越强 外支反而变成还比较弱一些 整个内支的力量强 就有很多的资金巩固 再把00940跟00939 我觉得它已经很快 就可以突破发行下 所以股民们不用紧张 祝福大家今年2024赚钱喔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请按赞订阅跟分享喔 OK 拜拜